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健康状况不佳 超过一年未拍戏 在娱乐圈中,每一次的奖项评选都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波。 不久前,从百花奖到白玉兰奖,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奖项的提名阶段都引起了轩然大波,尤其是白玉兰奖的提名争议,因为涉及到了高人气的王一博,至今仍旧是热议的焦点,争议的火焰愈燃愈烈。 白玉兰奖提名的争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,2024年,由王一博,李沁和王阳主演的电视剧《追风者》,不仅顺利播出,还在央视的收视率上大放异彩。 然而,当王阳被提名为最佳男主角时,王一博却意外地没能入选,这引发了网上的热烈讨论和争议。 王一博的粉丝团体对此表示强烈不满,他们坚信王一博是追风者的灵魂,是剧中真正的男主角,而王阳不过是配角,他们质疑王阳的提名资格,甚至怀疑剧组与王阳联手排挤了王一博。 然而,这些怀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。 媒体报道了白玉兰奖的申报流程,揭示了王阳和王一博都是作为男主角参与了评选,王一博也进入了第二轮票选,只是遗憾的没有被选入最终名单,与他处境相同的还有出演难来北往的白静庭。 但王一博的粉丝对于媒体的报道并不买账,他们的批评和攻击持续不断,甚至影响到了王阳的家庭成员,这引起了网友的反感。 网友们不仅开始为王阳发声,还提出了一系列认为王一博不适合提名的理由,例如他已经超过400天没有参与任何剧组的拍摄,奖项的评选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,需要全面的考量。 王一博作为一个资源丰富的圈内顶流,拥有不足的票房成绩和央视的大剧支持,却出人意料的已经有400多天没有参与拍摄。 这个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网友的好奇,白玉兰奖的提名争议也因此被暂时搁置,人们更加关注王一博的近况。 起初,有人猜测王一博可能是被资本抛弃。 不久后,一个关于圈内的重磅消息再次被提起,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跟进。 2024年年初,有传闻称娱乐圈有男星涉嫌嫖娼,其中提到了幸W的男星和一家股价下跌的娱乐公司,而这家公司正是王一博所属的乐华公司。 2023年7月,王一博未能出席由他主演的电影《路演》,这也为他增添了嫌疑。 再往前追溯,2022年9月,王一博卷入了PC争议,公司甚至报案处理了这些谣言。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,王一博三次卷入嫖娼风波,这无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 尽管王一博的公司和工作室多次发布声明否认这些传闻,圈内的狗资队也为他澄清了事实,但公众对于他长时间未参与拍摄的原因仍然充满了疑问。 网友们对王一博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,尤其是当注意到他在出席活动时总是戴着帽子,情绪低落,以及他的脱发和皮肤上的疮痕。 王一博的工作室甚至在照片中修掉了这些疮痕,但对于他的健康状况却保持沉默,这更增加了人们的担心。 王一博,时代新兴的璀璨绽放。 王一博,这个名字,近年来如同一股清新的风,横扫娱乐圈的各个领域,以其全面的才华,卓越的表现,成为了新一代青年偶像的代表。 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屡创佳绩,更是在公众形象上树立了积极向上的典范,他的故事,是对全能艺人这个词最生动的诠释。 一,青春正好,形象多面。 年仅26岁的王一博,正处于人生和事业的黄金时期。 他以青春的活力和无限的潜力,展现出跨越时代的魅力。 不同于许多艺人的单一形象定位,王一博的角色可塑性极强,从古装剧中的贵公子到现代剧的警察、军人,再到电竞高手,年代诗人,甚至是谍战特工,每一个角色都被他赋予了独特的灵魂,让人印象深刻。 这种角色跨度不仅考验着演员的演技,更考验其对不同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理解和表达能力。 王一博不仅成功驾驭了这些角色,还将自己的个性巧妙融入其中,使得每个角色都独一无二,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深厚底蕴和不懈追求。 2. 艺术成就 在影视领域,王一博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。 他主演的电影不仅票房成绩喜人,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业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,尤其是凭借叶先生一角荣获金鸡奖,这不仅是对他演技的高度认可,也是对他艺术追求的最好证明。 而在电视剧方面,追风者的成功,更是为革命历史题材的证据开辟了新的道路,他不仅在网络上引发热议,也在各大卫视取得了优异的收视率,实现了口碑与商业的双重丰收,进一步巩固了王一博在影视圈的地位。 3. 多才多艺,舞台上的王者 除了在影视界的闪耀,王一博在音乐与舞蹈方面的才华也同样令人赞叹。 作为唱跳巨佳的舞台王者,他总能在舞台上用充满力量与美感的表演征服观众,每一次演出都是对艺术的极致追求。 无论是动感十足的现代舞,还是深情款款的情歌演绎,他都能轻松驾驭,展现了一个全能艺人的风采。 4. 正能量的传递者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王一博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公众形象,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,用自己的影响力传播正能量。 从奥运会上海战开幕式上的精彩表演,到成为极其百年征程,冬奥会,亚运会,奥运会宣传的艺人,他的每一步都踏实地走在推广中国文化,传递时代精神的路上。 这样的行为,不仅让他个人的形象更加饱满,也为粉丝和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。 王一博的崛起,是时代的选择,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。 在这个青黄不揭,急需新鲜血液的时代背景下,他的出现无疑为娱乐圈注入了一股清流,也给予了年轻一代更多的信心与激励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